昨天呢我们报道了南京玄武区顾佳营贪犯的杀人案件 在铁路警方的配合下 昨天下午6点 在一列从南京开往徐州的列车上 玄武警方把犯罪嫌疑人周某抓获 案发后警方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为37岁的男子周某江苏须疑人 案发后已逃离南京 警方立即在周边城市展开布控实施追捕 经确认周某已坐上南京开往徐州的火车 晚上6点在铁路警方的配合下 民警在火车上将周某抓获 当晚玄武警方在邦步车站派出所 将嫌疑人周某带回 对于白天发生的统人事件 周某共认不讳 目前周某已被刑事拘留 警方正在对案件进一步侦查中 对于白天发生的统人事件